美国人的恋爱婚姻观 那关于婚恋观这个关键词 我认为是因人而异吧 不好说 但是我在这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美国年轻人的这个恋爱的过程 基本上就是属于 如果你看上一个女孩 作为一个男人来讲吧 我说 如果你看上一个女孩 你可以试图的去对她好 去接触她 去讨好她 然后去向她这种示好 各种暗示 然后各种去约她出去 比方说去这个约会什么的 但是你要知道 咱们中国可能就是属于约会时间长了 认为这层窗户只可以捅破了 然后就再去捅 但是在西方国家 稍微有点不同的地方在于什么呢 比方说我 我喜欢一个女孩 我去约她今天吃个饭 明天看个电影什么的 前几次她都同意了 我可能会在一次 第三次或第四次的一次 她又同意了的一个约会中 我就会问她一个问题 就是说 Is this a date? 也就是说 date这个词是约会的意思 就是说 我问对方这个女孩 我们可以把我们今天的见面 定义为一个约会吗 如果这个女孩 对这个男孩有那个意思 你就可以说 Yes, it is 如果你对她 不是说特别感兴趣 你只是想把她当成朋友 你会拒绝她 为什么呢 这是一个形式感的东西 但是她背后隐藏了一个东西 也就是说 一旦男方和女方都同意 这是一次约会了以后 那在这个文化的这种背景下 或者说是这种文化习俗里头 你在第三次约她出来date 约会的时候 按理说 男方就可以向女方提出 那方面的要求了 所以作为女方 如果你一旦承认 这是一个date 也就相当于你告诉别人 默认你已经同意发生关系了 然后完了以后 不是说完事以后 就是说再往后进展 基本上就是说求婚 但是美国人 一般来说求婚 到订婚 到结婚 还有一年时间 他们会用这一年时间 真正住到一起 当然你可能可以说 订婚之前 其实两个人就已经住在一起 甚至已经有了孩子了 但是你订婚以后 才是真正的 就是属于我们要决定 两个人一起过了 以前可能甚至你们 已经有了孩子了 但是你们的经济 可能还是独立的 或者说你们在思维方式上 没有把这种两个人 拧成一股神 或作为一个家庭在运作 那么订婚了以后 你们要做的就是说 尝试一年的时间 我们真正的把 这个什么 也就是说 我们手里的钱 或者说我们对待 怎么去 这个家庭 怎么去成长的 往前走 有什么计划 我们来尝试一年时间 如果我们这一年时间里头 度过的比较平稳的话 一年以后就结婚了 所以绝大部分的美国家庭 就属于订婚完了以后 有一年的试婚 那你要去尝试一下 如果不行的话 再散呗 对吧 以前我雇的一个私人教练 他就经常 他订婚那会儿 他就经常特别兴奋的跟我说 哎呀 想想我就高兴啊 我和我老公 还有364天就要结婚了 还有243天就要结婚了 还有多少他数着日子 在那倒数呢 所以经常遇到这种事啊 就是 你能看出来 他们把订婚和结婚 这一年的过渡期 其实是还是蛮看重的 咱们中国可能更多的 就属于 你向他求婚了 他同意了 第二天就登记去了 有这种可能 对吧 另外如果时间允许的话 再听我说两句 就是试婚这个问题 我觉得试婚啊 并不是说 所谓的 不要狭隘地理解上 试婚就是室内方面的东西啊 其实说实在话 这种东西 应该在试婚之前 就已经发生了 真正的试婚 是尝试两个人 在发生完关系以后 你们还能不能 以前你们所承诺的这种 或者说 你们想的这种过程 能把这个家庭 能一直走下去 这才是真正的试婚 当然在这 我一定要强烈地 跟大家提一点啊 就是说 尤其是这位网友 你问我这个问题 这个网友啊 你千万不要试图 以所谓的西方先进的婚恋观 去说服你周围的这些人 因为你是生活在中国 这个也就是说 给你造成这方面压力的 这个文化的大背景下 这个家庭的传统观念下 你试图说服他们 是不可能的 对吧 那你千万 但是你一定要保有 自己的底线 你可以很灵活地 去跟他们周旋 但是你千万要有 自己的一条底线 就是说 不要用你的自己的幸福 去跟别人赌气 甚至比方说 你如果 我特别讨厌一句话 什么宁拆石座庙 不拆一门亲 这种东西 你要是不喜欢一个东西 千万不要为了家庭的压力 去勉强接受一个 一段 也就是说 你没有看上的婚姻 对吧 但是如果你要是 已经结婚的人 你如果觉得 跟另外一半 已经过不下去了 千万不要认为 我要为了孩子 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庭 我忍气吞声 对吧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你给你家孩子 也造成了非常非常 压抑的一个童年 所以如果一门亲不合适 我觉得拆散 他胜过见识作妙 所以婚姻不幸福 然后又有孩子 那你如果看了 我这个视频 如果在冷静的思考下 你如果决定 你不想再继续了 不要为了孩子 勉强你自己 对吧 勇敢的走出那一步 对吧 你的新生活 也许会给整个家庭 你的孩子 带来一缕新的曙光 对吧 但是你要是 大家不同意 我这种说法也算了 因为我的婚姻很幸福 所以毕竟 我没有经历过这个东西 我不好意思去劝别人 对吧 但是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作为一个参考 你可以去听一下